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華爾街兵推 兩岸戰爭導致全球金融崩盤 郭泰銘搭賴佩霞參選 中國網友斷言 他勝選沒有懸念了 中國代表團G20惹鬧劇 與印方對峙12小時 美國防部最新戰略文件 中共為網路主要挑戰 俄羅斯為重大威脅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9月14號 星期四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不到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華爾街兵推 兩岸戰爭導致全球金融崩盤 美國眾議院中國特赦委員會主席蓋拉格 12號在紐約舉行的聽證會上表示 該委員會日前與華爾街高層進行的兵棋推演顯示 若中國準備啟動對臺灣戰爭 整個美國經濟和銀行體系將受到嚴重威脅 全球金融體系混亂與損失 與俄歐戰爭開始相比將相形見錯 他說 我們金融體系的損失與俄歐戰爭開始相比將相形見錯 隨著全球航道關閉 航運保險費飆升 供應鏈崩潰以及全球衝突加劇 股市將急劇下跌 導致全球金融體系進一步混亂 美國人可能會看到他們的養老金鎖水 他們的銀行賬戶會出現大量的現金流失 蓋拉格並表示 華爾街忽視中共的威脅 幾個月前 華爾街一家主要的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 在他的辦公室對他說 中國在今後5年攻打臺灣的機率為零 另一位高管對他說 就算北京攻打臺灣 美國永遠不會對中國施加真正有意義的制裁 華盛頓和華爾街似乎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講著完全不同的語言 蓋拉格並在聽證會上透露了一個事實 與委員會成員見面的華爾街高層 除了少數人以外 幾乎都要求不要透露他們的身份 美國之音報導 中國特赦委員會週一邀請多位華爾街高層參加了一場兵棋推演 推演的重點不是飛彈和魚雷 而是關於制裁航運路線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系統 供應鏈和經濟戰的其他領域 曾擔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的傑伊.克萊頓 在聽證會上強調 投資者需要金融穩定和連貫的政策來做出好的投資決定 國會和美國政府部門應該進行有關的兵棋推演 讓美國企業界瞭解可能存在的風險 減少任何投資和資本流動上突然變化帶來的風險 郭台銘搭賴佩霞參選 中國網友斷言 他勝選沒有懸念了 紅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日前宣布參選2024總統大選 今日終於公布副手人選為 藝人賴佩霞 曾在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中飾演總統林月珍一絕 郭台銘還大讚賴佩霞 能力比我強 愛心比我強 對全民共識的凝聚力比我強 消息一出 震驚各界 中國網友則直言 他勝選沒有懸念了 郭台銘13日晚間在臉書預告副手 這個人應當跳脫傳統政治人物的框架 又得足夠專業 更能代表民間尋求改革的意志 象徵團結一切主流民意的精神 最困難的是 他不能只是一道清流 還得要有像傻子一樣的熱情 今日則在張榮發基金會召開記者會宣布 由藝人賴佩霞擔任副手 郭台銘宣布副手後 在臉書直言 我 郭台銘 一位具有近50年經驗 產業經驗的企業家 搭配賴佩霞女士 一位優秀且全方面的作家與心領導師 我們沒有任何的政治包袱 我們深知民間的需求 我們渴望為民服務 將臺灣打造成耳目一新的新氣象 謝謝大家 郭台銘副手為藝人賴佩霞的消息被傳至微博後 引起中國網友熱烈討論 紛紛表示 郭董這是以賴致賴 居然在炒CP吸引民眾 我懷疑郭是民進黨的人 被林志玲拒絕後又找這個賴佩霞 簡直就是耍賴 把選舉當娛樂 還有人直言 所以說賴動算 民進黨勝選沒有懸念了 中國代表團G20惹鬧劇 與印方對峙12小時 印度主辦的G20峰會已於10日落幕 不過印度媒體近日大篇幅報導一起峰會期間 中國代表團與印度維安人員之間爆發的外交紛爭 印度時報 新德里電視臺等 印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7日 中國代表團入駐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五星級太極皇宮飯店時 代表團攜帶了尺寸奇特的包包 馬上吸引印度維安人員注意 這類包包一共有20個 長寬個約100公分 厚度約為10英寸 印方人員認為包包裡裝有可疑裝備 因此要求進行安檢掃描 不過遭到中國代表團拒絕 稱是外交郵帶 外交郵帶是各國政府在外國時用來傳遞文件的郵帶 因具有機密性質 因此受到包括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等法律保護 連海關人員都不能檢閱 消息人士說 拒絕印方要求的中國代表團一行共有6人 有一名女子帶頭 其中4人為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人員 消息人士稱 中方拒絕安檢導致雙方僵持 雙方都不退讓下 印度維安單位派出3名人員駐守中國代表團放置包包的房間外 並且每一小時換班 持續監視 對峙超過12小時 最終中國代表團讓步 同意將包包送至中國駐印度大使館 這也是印方同意 包包不經過安檢的替代作法 中方派車將包包送至大使館時 印方也派出人員跟蹤 以確保包包有送至大使館 儘管這起12小時的外交對峙已經落幕 不過消息人士透露 印方仍在努力確認包包內的設備為何 尤其印度情報人員正在調查是否為某種監視或干擾訊號的裝置 美國防部最新戰略文件 中共為網路主要挑戰 俄羅斯為網路重大威脅 美國國防部向美國國會遞交2023年國家網路安全戰略書 並在13日公布其中非機密摘要 這份網路戰略書是五角大廈第四份網路戰略書 以作為未來在網路安全戰略方面的基本方針 新頭科報導 負責網路安全政策的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歐陽元在媒體簡報中表示 戰略書中確定中共為美國國防部在網路領域的主要挑戰 並認識到俄羅斯在網路空間所構成的重大威脅 戰略書中也指出許多來自中共 伊朗 跨國犯罪組織等的持續威脅 包括勒索軟體 網路盜竊與駭客等手段 他指出 這些惡意網路活動是為了提供訊息給中共做戰爭準備 中共的勝利理論依賴於其使用網路手段削弱聯合部隊與美國盟國和合作夥伴的戰略能力 為實現這一目標 中共一直都在進行軍事現代化與重組 一旦發生衝突 中共可能會對美國本土發動破壞性網路攻擊 以阻礙軍事動員 製造混亂 轉移注意力與資源 並可能試圖破壞戰爭中聯合部隊的關鍵網路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請您多留意 請多多人受到含 討伐 請多多人知道 請多多人打開宏 デат